我们要讲的第三章 主要是来讲电子商务的基础的网路建设 那这一章 牵涉到基础的网路建设 本身就是电脑网路的课程 那如果要把这一章讲得很清楚 通常是一学期的课 那我们学电子商务的话 基础网路建设一定要知道 但是没办法知道非常清楚 主要是电子商务牵涉的范围很广 那我们课本里面尝试在第三章 把电子商务的基础建设网路稍微提一下 因为稍微提一下的话变成很难讲 因为都在讲概念 有时候会觉得不是那么清楚 也是一样我们会配合这个实习的解说 这些 来加强这个 实物上的一些概念 这是我们这一章里面要提的 这个资讯科技 发展 internet的发展以后的 这个 网路非常地 这些网路 然后到这个行动网路 有1G的 第一代的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那最新的第五代 预计是2020年的时候呢 会正式的商转 也就是明年 所以 internet的发展的速度真的太怪了 那有internet可以当这个基础建设以后呢 我们的电子商务才有办法蓬勃发展 那我们曾经有讲过电子商务有两大支柱 一个是标准 一个是政府的政策 那标准的话就是在这个基础建设的网路 发展中慢慢慢慢在形成 那政府的政策的部分当然是偏多了 一般很多人都认为 都会用网路少用马路 因为网路 马路常常在塞车或什么 会消耗很多能源的部分 消耗我们的时间 那我们这一堂课里面呢 主要讲网路系统的一些简介 那网路参考模型的通讯协定 那为什么要讲到这一章呢 这一节呢 因为网路事实上 我们在用的很爽 事实上 你们知道这个网路在使用的基础建设上面 是全能辛苦累积过来的 那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专长 那网路某些有实体层、连接层、IP层、传输层、应用层等等 那应用层是专门 让这个发展这个应用的一些层 设计者还有业者 那他们可以专心在这里 那硬体的实体层的部分就是 让那些专心在做网路硬体的人 可以专心做他的网路 那一般连接层的部分 跟实体层也在一起 因为两者不可区分 所谓连接层的部分就是 一个讯框一个讯框 来做传送 有点是通讯的味道 那这个我们一般都是把网路卡啦 来当做第二层的这种概念 那我们的实体层就是你的同轴电缆光纤啊 这实体层 那如果以个人电脑来讲 这个后面来讲网路层、传输层 主要是由作业系统来做控制等等 那应用层当然就签上各种应用 我写个email过去FTP档案传输 TrivalW来上网 这些都属于应用层的部分 那在应用层上面 可以用很多的这个使用 我们可以TrivalW 我们可以来建这个电子商城啊 这是我们上一章有提到的 那33呢 我们让同学知道说 什么叫Internet 就网机网路 那连线上网 怎么连线上网 在三字字节也会介绍 那一般来讲最基本的原则 事实上这个连线上网 连线上网本身呢 一定要有一个IP 才能上网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那各位有没有 就现在IP是V4 那事实上第四版 现在已经介绍到第六版 那为什么会第六版 我们这个课本里面是没有介绍的 不过你们要知道说 因为第四版的这个网路 才2的10次方 2的3次2次方 2的3次2次方 个网址 那现在目前为止 这些网址已经消耗光了 所以很多人要在上网 用争取IP的上网 已经没有IP可用了 所以当初才会想到这IPV6 第六版 那第六版的IP呢 事实上可以到达96个位元 所以它有可能是2的96次方 那这个2的96次方 我用IPV6等于多了这么多倍 来上网 那无线上网的部分呢 这指我们的行动网路 这些也算是 或你在家里的WiFi 这些都是 那无线的个人网路 一般来讲就是 你自己手带的装置 比如说蓝牙啦 NFC啦 RFID啦 这些都算你无线个人网路的部分 那这个都是很重要的议题 各位知道 都有所谓的支付宝啦 对视这一种东西 手机上 手机付款啦 都牵涉到这个技术的部分 那各东西来看网路的组成 一般就有所谓的主从式的架构 对不对 还有一个对等式的网路 那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主从式的架构 就是说很多人架这个伺服器 我们叫Server 它是不关机的 随时你都可以跟它上网 那我们的个人的电脑 什么时候开机 我们手机开机 我们有一个浏览器 随时可以光棍上这个网站过去 所以这个叫主从式的架构 也就是说 主从的意思 从就是我的客人端 我的主人端 我们是client 一个叫Server 那我们透过这个client server的 这个可以共管共用的方式 取得资源 安全性的较高 缺点就有专业的网管能源 也有负责 那Peer to Peer呢 Peer to Peer就是对等式的网路 它优点是架式很容易 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电脑 你只要安装这个对等式的网路 比如说BitTorrent Alice Alice这些都是这样的 你只要有安装 你有开机 事实上 就属于对等式网路的一环 那我们BitTorrent的这个主机 会随时 会监控 所有的这个 开机的这个电脑 那每一个电脑 可能都会下载一些资源 那比如说这里有 1234 都安装BitTorrent 那我这里有一台电脑 也是安装BitTorrent 那我要 我搜寻看看我要抓哪一个档案 比如说我要抓A档案 刚好这里有A档案 这里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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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 如果越多人同时开机使用 越快的原因是说 如果有四台 每一个人我都可以只要跟他要四分之一的部分 我是第一四分之一四分之二四分之三 最后的四分之四的部分 那同时送过来给我 所以就速度越快 然后这个 优点的部分就是 不必架设一台专设的网路 伺服器 成本发挥价低 自然交低 缺点是支援分散各部电缆 管理及安全性都以及缺陷 那我们来讲网路技术 网路TOP的结构 档案的分享 多往都利用点对点的技术 我们主要看这个对等式的网路 主要是看它的档案的分享 速度非常的快 那档案的分享 各位你们只要安装这个BitTorrent 好 好 你们有安装这个BitTorrent的 那你们可以上网去抓 这个所谓的BitTorrent 把它下载下来 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安装以后呢 各位同学有没有发觉说 你想要这个 你要想要任何东西 都可以透过BitTorrent去安装 那BitTorrent这个软体原来是不用钱 那我现在像上去一头发现说 奇怪它怎么忽然要钱 可能有一些问题 不过 因为这个BitTorrent它是一个协定 也是一个软体所使用的协定 在这个协定以下 就如我提的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搜寻你要的档案 好 那问题来了 各位同学 你们这样互相分享的档案 到底合法还是不合法 一般隐藏上都是违反智慧才安全的 事实上有可能被罚钱被抓去关了 要特别小心 是不是 我们把它下载下来 BitTorrent 那各位可以看到BitTorrent 你如果去安装以后呢 这个也可以当做同学的这个 作业实习 你把安装 把安装过程中画面解决下来 做个报告 我觉得这个OK 那BitTorrent去 你去安装这个软体的话 它可以让你搜寻你要任的档案 包括很多影片 非法的、合法的 都可以搜寻得到 所以你要特别小心 也有可能分享的是一个有病毒的档案 所以有一些很多问题存在 好 好 这个叫对等式的网络 好 这个叫对等式的网络 好 那我们在这个 呃 传输媒介的上面呢 一般有引导式的媒介 就是引导媒介 就是在这条线上才可以传资料了 比如说双脚线 那双脚线 就是一般我们 网络线啊 电话线在用的 它的好处是非常便宜 但是 传输量很小 比较容易被电波干扰 那一般 有些类似在用的 我们一般叫同轴电缆 好 那同轴电缆是由内而外 哈 同轴电缆是这个 由内而外 哈 的两层导体构成哈 所使用的材质 一般都用于同导体 在价格上比双脚线 稍微高一点哈 但是普吉利也仅是于双脚线哈 所以一般双脚线是有两条 相互结缘的导体哈 按照哈 把它 各位有没有看到 总共以一般的网络线来讲 有四对 每一对都有两条电线 把它缠绕在一起 这可以主要是防止 电磁波的干扰哈 用意是这样哈 那 这个线 当你把它拆开以后 就大概有四对哈 不同颜色的传输线哈 那我们要做这个网络线 头也是根据这不同颜色来辨识 哪一条是哪一条哈 那为什么 会有两个方向呢 只要缠绕在一起 会有一些电线 脉冲 电磁感应会相互抵消 哈 来遮蔽电磁的干扰哈 所以UDP 我们一般来讲叫 无遮蔽双脚线哈 一般的双脚线哈 就是UDP 就是没有遮蔽的哈 没有遮蔽就是说 这个干扰很容易受遮 很容易受到干扰 因为它没有遮蔽哈 那一般都用以 网络 以太网络 就是我们一般区域网络哈 呃 的网络线 还有电话线等等哈 那铜头电缆是一种电线哈 然后它需要传输是有四层物调所做成 那主要各位可以看哈 外面这个有一个电线的外皮啊 黑色的哈 然后有一层网状的导层 导层 这个网状的导层 然后我们用一个塑胶 白色塑胶 包住这个最里面的铜线哈 哦 这里面的铜线哈 铜线哈 所以这个中心的这个铜线哈 是这个哈 所以 只要这资料的传输都靠这个中心的铜线哈 那外围有些些铜湿缠绕最主要是防止电子坡的干扰哈 那这个 白色的塑胶体只要做捷运用的哈 那最外面有一个很粗的电线外皮哈 主要是保护我们的这个网路线哈 光线的材质使用玻璃纤维哈 它利用光的反射来传递讯哈 主要是有光纤维Core 纤壳Credin还有一个外皮Jackie收储成哈 它利用光反射的特性来达到传输的目的哈 那光纤手存到光速度很快不受干扰 最高可以到达两个Gbps哈 各位是指一个一条光纤啊 问题是一条光纤只有一个光蕊 问题有的光纤是一整粗的一捆哈 它里面可能会有将近百条的这个光蕊 所以就可以到了好几百G的速度 好几百G的速度就这样来的 好假设这里有这个 同时的光纤有100条 就等大概100倍的速度在做传送 好 那非导引性就是红外线 红外线我们一般来讲 最明显的就指这个 一般来讲就是那个 遥控器 这可能是最基本的 那 那 红外线的传输是采点对点的 传输的架构哈 传输速率大概只有这么快 传输距离大概是最多大概 几公尺以内 红外线哈 嗯 无线电波就是用无线网路传输的技术 那电波传输是全方位的 那 无线电波比其他的光线呢 嗯 红外线呢 等等哈 有穿透能力哈 所以 比较适合用来环境 比较复杂无线网路区域来上网用的 那微波这种波长较短的频率 一般是2G到40G 那 目前 网路最早期使用的是2.4G 一般无线网路 那最新的802.11ac 你们如果 这个已经好几年 出来好几年了 如果你现在用的还是802.11 11n 那这属于旧的 A7是属于比较新的 已经出来好几年 所以现在大部分都有802.11ac 它使用的这个频谱呢 到5GHz 那频宽可以更宽 那为什么可以频宽更宽呢 因为这么高的频率 对不对 那我只要用 十分之一当做我的频宽 就有500Mbps左右的这个频宽 那早期2.4GHz 它的频宽就比较小 所以速度可以很快 但是 高频有个缺点 就是你衰减的速度很快 当距离一元以后 所以它比较适合的是 短距离的这个传输 那网路传输的模式 这些部分 那网路上就是 我们上次讲网路参考的模型 刚刚有讲到说 网路非常复杂 所以我们会把它分好几层 每一层有每一层的任务 每一层的有每一层的的专长 比如说做硬体的做实体层 跟连接层 那做作业系统的 就是做系统的 Windows啦 这个Linux啦 这个Mac啦 iOS等等 他们就专注于TCP跟IP 就是网路层跟传输层 那应用层的部分 大概主要就是 一些应用上的 使用的范围就非常的广 那在OSI就是 这个在国际标准组织 最早提供的参考模型是七层 那七层其中有两个比较关键 叫表现层跟会议层 那表现层跟会议层 后来我们都在英文程式里面去把它解决 因为每一层都要加一个标头 比如说我原来的资料有多大 比如说我的资料可能才100个byte 那我为了要标示每一层每一层的资讯 那这个标头往往就好几百个的byte 所以一层一层加上去 哇不得了了 当你的资料量很少的时候 你的效率就很差 所以说后来这个七层就没有用 其中表现层会议层就有应用层次来做决定 来做决定 这是我们要跟同学说明的 那当然我这样讲同学就是说 比较模糊啊看不懂 那我们后面会讲一些例子 那老师会教同学用某一些这个软体 然后拿这个封包来讲这个例子 来这个示范说 到底这网络的七层是怎么运作的 基本上分层的话 速度上一定会比较慢 因为你要经过一层一层的卡关去做处理 但是会把这个问题呢简单化 那OSI的里面这两层 表现层跟回忆层 事实上就我们有层次来做控制 像老师专门做写这个web网页的程式的 我们通常说人家登录以后就是一个表现层 或是会议层就建立了 那他登录这个网页以后要移到另一个网页 难道还要继续登录吗 不用 我们判断说这个表现层的当初的变数 也没有保留住 只要确定说有就可以继续使用其他的网页 就不需要重新登录 这个就是有应用程式来做处理就可以了 那传输层的话 各位可以讲到传输层就是我们一般讲的TGB 就是传输层 那传输层它的任务是主要是提供一个可靠 而且有效力的传输服务 比如说TCP UDP都是这一层的 那再往下一层就是网路层 网路层就是IP层 那主要它负责解读这IP的位置 假设这里有一个封包 上面有一个IP位置 那每一个IP位置送到每一个路由器 所以路由器可能会有三个方向 它会决定说我这个封包往哪一个方向来运送 所以网路层的任务主要是这个 那网路层的这个任务里面最常被用到就是什么 路由器 路由器 通常就用网路层这一层的咨询 来决定我的封包要往哪一个方向来做传递 等等 所以说最后路由器来将资料 直接送到我们目的的主机 那网路层最下面两层就是资料连接层跟实体层 你们可以想说网路卡 也就是说我们会把资料变成一个讯光 送给对方 对方再把原来的讯光再把还原回来 那这个就是资料连接层所需要做的事情 那网路卡的话送资料 是不是要经过网路线 那网路线就是所谓的实体层 那是OSI模型的第一层 它处理真正的电子讯号 也就是说在这个实体层里面 它来决定说什么叫0、什么叫1 这个就是实体层所要定义的 那我们之前有讲过 有可能你这个实体层可能是双脚线 有可能是同手电缆 有可能是光线 有可能无线电波 那在实体层里面 我们会定义各个媒体 传送的0跟1的定义 来做传送 那我们刚刚讲的7层太复杂了 后来有一个叫DOT的模型 就把它简化成4层 刚刚的会议层不见了 连表达层也不见了 那直接变应用层 也是相当于OSI的应用层 跟表达层 跟表现层跟会议层三层 把合并层给应用层 那传送层就不变 传送层主要是主机对主机 我们在传送的过程中 传送层一般来讲是做流量控制的 错误检查 有错就重送 送太快就送慢一点 那TUGB主要是传一些电视商务的资料 表示这些资料不能出错 所以一定会做错误检查 那UTP一般次第传送多媒体的资料 它不需要做错误检查 那网纪网路层 我们一般讲的就是IP层 那IP层它是透过lauter 把IP协定跟路由选择 把方法送到目的地 那是刚刚讲过一个lauter过来 它接到一个资料流进来 这个资料流里面上面有IP的位置 那我们要连到网路去可能有三个方向 那lauter会根据这个IP导引 看看走哪一条路最近 就送到这个 送往目的地去 那连结层的部分就是把刚刚的资料连结 跟实体层混在一起 一般讲的是网路卡之类的 PVP、ISDN等等 这个就是所谓的连结层 那这是我们有关于OSI的模式 国际标定组织 这是DOT的模式 这个是TCPIP的协定组等等 给各位做参考 这个也就是说 当初这个国际open-state integration 国际标准组织 所定的OSI的这个模型 它的理想性太高 那事实上 刚刚有讲过就是说 多了这两层 我们的这个资料量 就会大增 负担会加增 就是说我们应用层的资料 搞不好只有一点点而已 对不对 那事实上每一层 往下再传都要加一个标头 标头 每一层都要加一个标头 所以本来是资料量这么大 最后就变成这么大 这样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标头 就是说 假设 这里也是 一个是传送端 一个接收端 那当这个封包送过来以后 就是说 我的第一层对你第一层 我的第二层对你第二层 我第三层对你第三层 那每一层都有每一层任务 那刚刚有讲过 传输层跟网路层通常是这个 作业系统 就是我们一般的系统 帮你处理掉的 那一般的网路卡啦 网路线啦 这是处理这两层 对不对 所以同样的 比如说假电脑跟乙电脑 传资料过来 那透过这边的网路卡 传到这边的网路卡 或什么什么 传过来以后呢 这边的话 的传输层跟网路层 两个互相沟通 那他们怎么沟通呢 因为我们在传资料过程中 有加这个标头 所以呢 到对方的时候也是 到这个传过来以后 也是把标头 如果要传出去的时候 是标头慢慢增加 那收到以后 就一层一层把标头取掉 到这个应用层 大家看到就是彼此的资料 对不对 就看到的是彼此的资料 就没有问题 那当你这个越多层的时候 那个负担就越重 所以 当初有所unix 我们unix 这是一个很好的作业系统 它当初提出的是一个 TCL1的血定组 它把这个实体的连线的媒体组 事实上TCL1的血定组 这个有点写错了 其实它当初还是有分这两层 不过现在这两层 我们都把它简化成媒体实体层 对不对 连结的媒体 然后再IP层 这个是网路层 那这个相当于传输层 那应用层的部分 就应用就是 TRAWW啦 FTB啦 就是档案传输啦 这是传信的 这是远端登录的 这是收信的 DNS是一个 我们用IP才能做连线 但是IP不太好寄 我们都会计算网址 谁来帮我们做转换就DNS 所以整个应用层的部分都是 相当于应用表现会 这个都是程式在做处理的 那表现在DOT模式更简单 这应用层、传输层、网机、网路层 对不对 那再来是连结层 那是这个意思 那TCPIP的资料是 以位元主流 位元主流的资料来进行 资料的传送 具有双向性 要记得 我送给你的时候 你同时也寄给我 所以今天的联系 任何一端都可以进行 发送跟接收的资料 而且既被流浪控制 双方都有这个流浪的机制 可以去网路中央来做调整 那我们TCP做网路的这个 有错就重送 通常因为我们的资料 TCP要送去的资料 最后 最后都有一个栏位是检查码 那假电脑送给乙电脑的时候呢 乙电脑收到以后 它会把 它收到资料的检查码 跟它 收到资料 算出来检查码 跟它收到的检查码 比较 看看有没有一样 如果不一样就代表是 有错 就会要求对方重送 那如果常常有错 代表网路速度太快 它也会希望对方 传慢一点 一次不要送太多 对不对 这是TCP 那IP呢 这个就是我们属于第三层 那它叫网路层 那主要功能是 利用IP封包的传送切割跟重组 为什么我们讲说 传送切割跟重组 因为 我们要传送的封包资料可能很多 比如说一张照片 可能大概是2MB的 2MB 但是我们IP的一个封包 可能才1、2K而已 所以变成 我要把这些资料 切割成很多的封包 然后来传送 那收到以后 我们再把它重组 也说接收到的资料 会切割 这大小合适的IP封包 然后再往连接前来做传送 那一般来讲 IP的封包 可能还可以很大 那如果 迅框的部分 就在网路层 像以太网路 它的这个 这个 迅框的大小 最多最多 只有1.5K左右 有点忘了 更小 所以就是要把它切割 成一个迅框 然后都够网路来种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在网路层是IP封包 透过这个 网路层这IP封包 透过这个网路卡 比如说我们一般常用的 这个 这个区域网路 就以太网路 那以太网路的迅框 最多的1.5K 比如说我们IP封包 可能很大 可能将近4K或几K 那你的迅框 最大可能只有1.5K 我们就要把它切割成好几个迅框 来做传送 刚刚讲到应用最有名的 就是TrivalW 那TrivalW主要是主从事架构 Client跟Server 它可以区分成用户端 叫Client 事物端叫Server 那这个Server呢 本身是不关机的 对不对 因为你不知道谁要上你的网站 所以不是不能关机的 然后我们透过我们的个人电脑 我们跟我们手机的浏览器 随时都可以上网 可以连接到我们的这个Server去 所以这一端叫Client 叫客户端 这个Server叫伺服器 伺服端 然后它是透过浏览器 来要求 那通常我们 要求一个网 我们会 要求网址 这个网址如果没有网页的话 就代表我要拿这个网站的首页 它就把网页的内容丢出来 然后我们浏览器 就可以写字在我们画面上 那这个浏览器 我们一般叫Browser 对不对 那各位都知道说 现在这个Browser最有名就是EIE 这个Chrome 那最近Microsoft在10.0又出现一个叫Edge 等等 那有的喜欢用火狐狸 叫Flux 对不对很多 那当然最 施占率最高的目前还是Chrome 就是Google的浏览器 使用的最多 那刚刚有讲说在IP层 我们要传送资料 那这个IP层 传送资料 一定有一个标头 这个标头其中一个重要是 对方的IP位置 跟我们自己的IP位置 那我们要算给对方 要知道对方的IP位置 那我们IP位置 一般分成两个部分 因为现在IP IP层它只要是IPV4第四版 它每一个IP的位置有32位元 那通常看它你的网路的设定 通常前24个位元 就是你网路的识别的位元 网路识别的位元 就像以这个明星来讲 我们气管器是120.105.99 所以只要认定这个就是我们的 气管器的网路的这个位置 那我们要伺服器 要把资料传送给这个气管器 它主要是透过这个 会寻找这个网路的识别码 是不是 那我们电脑教室的IP 老师用的是0.50 学生是0.51 然后类似这样开始 所以我们一般IP有分 网路识别码跟主机识别码 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区域网路里面呢 网路识别码通常是一样的 只差在主机识别码是不一样 也就是分到IP位置都有相同的网路识别码 0.2.0是这个网路 然后如果是你是0.115 就是网路下的第115个位置 那这个IP非常重要 就是说同学你们电子商务的上网 不管你是电子商务 或是你的FB或是Nine的部分 你要传送Data一定要有一个IP位置 一定要有一个IP位置才能上网 所以你在网路是骂人啊 做坏事情啊 事实上 这个都会记录在网路上面 因为你的网路IP位置呢 每一个人网路IP位置 或是家户的网路IP位置 都是固定的 只要有网路IP位置很快就可以查到 这个人在哪里用这个电脑 那当然除了这个 那如果你用手机上网 也是有一个IP位置 那只要去查 比如说你用中华电信 中华电信根据IP位置一查 哦!是属于他们的IP位置 马上就可以查出 这个是谁来申请这个 来申请这个行动通讯的网路的 马上就知道了 那你家的当初有的地址 电话什么都会马上被找出来 那如果有你做坏事 马上就有传票就传过来 找你去讯话 所以网路的这些这个犯罪 要特别小心 那同行为说 那我要抓这个 很多中国来的骇客要做坏事情 那怎么办呢? 那当然他们都很聪明 他们都会利用跨国的网路 比如说他把网址登记在美国 那登记在美国 那你查到IP位置就是美国的IP位置 那一查到美国IP位置 你要去查这个人的身份去追究他 就非常的辛苦 因为美国的国土范围不在台湾管辖 那刚刚有讲到这个IP位置里面呢 比如说以这个来讲是 252525什么什么 这个是前24位元 比如说 不一定喔 要看你的这个区域的网路多大啦 一般是一个class 一个class就是代表 有八个位元来表示不同的主记 那其他的就是代表网路的识别码 那一般我们是网路遮罩 以这个前面来讲就是255.2525.0 一般都是这样设的 25.0 那以140.12.18.132 这个可能又不一样了 就是说有的如果从140开始的话 他的网路试连码是特别大 这个有一个规则 那代表说这个是比较大的网址 好 那同学有位吻入说 老师那我怎么知道我使用的IP呢 那你们可以有两个 就是说你们可以上网看看 你们可以上网看看 上这个买IP的位置 他马上会告诉你 你用的是买一个IP 你知道什么地方 目前你这IP所在的这个 所派位置是比较 有一些私人的资料 是比较不知道的 所以但是最少知道说 目前是哪一家公司在做管理的 哪一家公司在做管理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说你家里有宽屏分享器 那我们现在是第四版的IP都用完了 那后来有一种技术 就是宽屏上网的技术 分享技术 那宽屏分享的技术主要是让 一个IP可以同时让很多台电脑来上网 那通常就是说这里有宽屏分享器 这里有一个无线的基地台 那我们的notebook、我们的手机 都可以透过这个无线的方式 来上网 那我们对外IP可能有一个叫实际的IP 我们内部用的就是所谓虚拟IP 比如说192.168.0.1之类的 那老师以我的电脑为例 我也是在家里用这个宽屏分享器 你们可以自己再看看 如果说你们用宽屏分享器的 对不对 你只要打IP config 好,你直接在这边打CMD 那你在这里打IP config 那你在这里打IP config 那这里的时候它就会告诉你说 你现在IP 要注意啊,无线的网路WiFi卡是用192.168.1.7 是不是 然后 我这个IP取得是2月14号早上 到明天就结束了 明天的这个结束 我是用自动取的IP 好,那租期是到明天的早上 那如果超过这个时间 它会同学再抓一次 那我的这个 网路的宽屏分享器的IP位置是 192.168.1.1 这是你内设的闸道 所以同学 你们如果有宽屏分享器的话 你们可以 直接打你的这个 宽屏分享器的IP 好 的闸道 这就是宽屏 你要连接宽屏分享器 设定的一些 资料 都是在这里设的 好 你可以打IP config 这个来做 那这个都会给同学做实习的 那刚刚讲过说 我们的这个IP 真正上网都是用IP 但是IP好不好记 不好记啊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网易名称系统 我们这个名称系统 我们都唯一的 不可以重复的 因此每一个网易名称 都需要经过申请 才能使用 为什么要网易名称 不太好记嘛 所以 我www.s.com.tw 那 我们就可能可以跟 人家申请 比如说这个是 www.s.com.tw 我们这样上网会比较方便 我们这样上网会比较方便 比如说上ASER的网站 它事实上马上会帮我 这个 翻译成这个IP位置 152.195.56.55 所以各位同学 你只要打这个IP来上网 也可以 只是很麻烦 不太好记 不太好记 好 这个就是老师要跟各位同学 表达的这个问题 在这里 好 那这个 网易名称 为什么要 唯一呢 比如说ASER 如果经过 已经申请过 有没有一个人也叫ASER 不可以 如果都一样 ASER顶抗5 大家都一样 那根本就乱掉了 所以 谁负责在做分配 好 在台湾 有一个叫做T.Dominic 在全世界有一个管理的组织 叫ICAN 这个 ICAN叫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 Names and Number 那就是你的名字 还有你的IP位置 你怎么去对照 那网易名称的命令有一些规则 那老师帮人家叫很多网站呢 最后都要跟TWT.NIC 去申请一个Domain Domain就是叫网易 那这样的话 这个 去申请以后 你才办法这个 人家用这个名称 就可以查到你的IP 然后就可以 自动就会转变成IP 然后 让你可以直接打名称 就可以上网 所以这个T.Dominic 说两心话 是很悔的机构 因为它只要跟它登记 以后 每年就可以收1200 实在没有比这个更好赚了 有一些架构 那网易名称 我们一般是主机名称 网站名称 组织的类别 国名 这个是老师刚刚讲的 就是说 你这个 比如说你的机构名称叫 www 对不对 那你的网站名称比如说叫Acer 那你是公司行号就顶抗 国名就是T.W 是这样分的 一般都是这样 那美国比较特殊 美国是US没错 但是可以不用打 因为全世界的Internet 是从美国开始的 所以美国就很狂说 我的国名 后面可以不用打 Web演技 从Web1.0、2.0开始 早期的网页 都是单方向的 所以大家都要拼 说我的网站做得比你漂亮 那后来呢 每次上这个网站的时候 内容都差不多就腻了 对不对 那Web2.0就不一样 就是说 里面的内容是有参与者来产生的 比如说部落格 Facebook等等 那这个叫 Web2.0的精神主要是在这里 所以有Web2.0 哇 使用网路的人大幅增加 非常有趣 对不对 尤其像早期的部落格 每一个人都会上传他的心得 相片 什么等等 那很多人也可以上去看人家的资料 等等 那FV的话更不得了了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FV 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 想要来分享 可以交朋友 哇 那不得了 那到Web3.0呢 已经开始能自动 传递比单纯浏览网页更多的讯息 而且提供一个人工智慧的这个网路系统 随着网路资讯的爆炸混乱整理分析 过滤等等 网路原来能了解你的偏好 去不同的需求来筛选 同时能帮助使用者轻松取得这个兴趣的资讯 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手机都是安卓的系统 那我们的Windows很多人都上Google的网站使用Gmail 那也有可能用你的YouTube的 所以其实Google对你的喜好偏好 辽络指掌 那最近Google被欧盟发了 560万欧元的这个 的钱 那听说这是 违反隐私权的一个以来 这个网钱最多的 那这个5万6千多块 那五百多万的话 欧元 那各位说 你们把它算看 如果乘以40的话 这个相近于这个 我说出来是五千多万 五千 五十六 billion 五千多万欧元 那相当于台币就几十亿 不得了了 那主要是Google 欧盟就把这个使用者的个人的偏好什么资料 拿去卖 这些的问题 给那些要做促销广告公司的人 那我们在电子商务的架构上 有人 这个 云单运算跟服务的架构就越来越盛行 因为早期 你要用电脑一定要有自己的主机 一定要有自己的网路 那现在有云单运算以后呢 我们有时候网站我们可以托给人家来管理 就是说网站可以用别人家的机器 这叫机器指引服务 那有时候我是利用人家已经架好的平台 那有时候 更绝的就是说什么都用你的 那就用你的软体就对了 然后我以前 一个软体可能要几十万 但是因为软体常常不断更新 你常常要买新的版本 而且一直要花很多钱 所以慢慢有云单运算的以后呢 很多人都会宁可说 我在这个网路上给你租这个软体 比如说这个一个月 比如说就给你两千、三千、四千的费用 一万之类的 那我一次不用付出那么多的钱 所以软体集服务 受到欢迎的程度也越来越多 就是说 你这个软体是用租借的 那这个软体集服务 你只要每个月要付钱 你只要不付钱 它就可以把你断掉 不让你使用 所以老师常常在讲说 这个软体集服务呢 有它的好处 有它的缺点 缺点就是说 你的这个软体的使用 是掌握在别人的手中 就像很多人说 支付宝 中国那边的支付宝 非常地方便 但是你要知道 支付宝在后端那里 只要看谁不爽的话 它可以不允许你去付这个钱 你没办法用支付宝来使用 虽然非常方便 但是一切命运都掌握在后台的手中 那软体集服务叫Software as a Service 一种软体服务功能 透过Internet什么什么 提供软体的模式 用户是租借叫Web等等 常见模式是提供一组账号密码 比如Google的文件等等 那各位要特别注意 我们刚刚有讲到云单运算有好几个层次 假设你用的是这个层次 代表软体集服跟基础架构 都是掌握 都是使用别人的 就使用别人的 那假设你是平台集服 代表说 你这个使用的是平台集服 代表说 我只加入这个平台 软体我自己维护 代表你的基础架构几乎就是别人的 那有一种可能是 我都不用 我的主机 我的软体 什么东西都自己来维护 那这样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 你必须有一个工程师 帮你去管这些东西 你要担心的很多 比如说万一资料不见 各方面 所以一般来讲 现在小公司很少说 从头到尾都自己弄 那 唯有可能就是很大的公司 比如说阿里巴巴 这些东西 一定要自己做 你不可能用别人的平台 因为 别人平台可能也没那么大容量 可以让你 要完成那么多的交易 你要查资料也比较方便 那另外这个 平台及服务 那基础架外服务主要是说 我用主机托管 这个是最明显 中华电信有个主机托管 等等 提供ISS的服务项目 等等 那临线上网的简介有ADSL 临线上网 我们一般是会对境的数位用户籍 那通常它是利用电话线 这条电话线 那我们的 它可以把它用一个绿波去把它分成两个频段 这个频段是来上网的 那这个很小的 一个9.6K的这个频段 它是用来讲电话 所以可以让你讲电话跟上网可以同时 那上网的频段可能剩下不多了 那因为 我们一般是上传的资料比较少 下载资料比较多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上传的频段 区分一点点 大部分都来下载的 所以它叫非对境的 非对境性的数位用户的钻线 它主要是利用电话线来传递 那各位同学也知道ADSL上网的话 你在家里要上ADSL 这是你家里 这是电信 你家的最近的电信局 局端的部分 那你搭一条电话线 搭到这里来 可以让你上网打电话 注意 打电话没有限定多久 但是要上网 它有限定大概2公里以内 通常你如果2公里以上 那个讯号都很衰减 那通常没办法传这个资料 所以刚刚有讲到下载速度并不相同 所以才成为非对境 下载速度可能有1.5Mbps到9Mbps 上载速度可以64kps到640kps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数据机上网 叫KBOMO电 同轴电缆 那来採取代电话线 它使用是揽线数据机 那揽线就是我们的这个同轴电缆 各位可以看它 它主要传的资料是 中间那一根 比较粗的同线上网 它传续速度可以到36Mbps 它也是双向的传输 那主要是透过这个 资料下传是经过这个 比如说这个是server 我们的电脑 这里有KBOMO电 它透过这个同轴电缆 把资料传给KBOMO电 然后这里是传类比的 我们经过这边转成数位的 传给我们的电脑 光线上网 事实上有好几个层次 如果光线只拉到你们的社区的电信室 一般到光线大楼 如果只能拉到你家的光线到家 那速度当然是这个最快 对不对 那有时候 家里要拉光线不太方便 有时候 我们会把利用这个社区的 电信大楼的电话线 就是说 这个中华电信 它光线只拉到你家的这个电信室 那你家的大楼呢 这是你家 你是用电话线连接过来 那当然速度上 光线大楼要比光线到家 速度卖很多 那我们一般中华企业 它的网络 有可能上传 有可能下载 就是说 你这里加一个网站 别人跟你要资料 这里就变成下 别人的上传 就变成你的下载 好 然后 你的这个 别人的下载 就被你的上传 所以 我们希望说 这个数据专线呢 没有不对称 希望它是对称的 那频宽 我们可以用 拉所谓的数据专线 可以有T1、T2、T3、T4等 这些东西 一般比较常用的是T1 可以有1.54M 那T3可以有 40几Mbps等等 那我们的行动通讯网络 有第一代的这个AMPS 那AMPS 这是给每用的第一代行动电话 它时间很短 因为它是一款类比的 比如说我这个早期的第一代行动电话很大 所以我们叫它叫大哥大 专门有钱人在用的 大哥在用的 那 它连线到这个电信局的机力台 那它中间传输的是一个类比的讯号 那第一代行动电话 它们会传送它的每一支机器的号码 那很多人都会去窃听这个讯号 然后去把它解码出来 它的每一支电话的一些资讯 它把它重新拷贝一份 拷贝一份变成一个另外一支手机 叫王八基 变成我打电话变成你付钱 它会变成这个问题 所以 为了这些问题呢 第一代行动电话 在1982年的时候 印象上大概持续几年而已 就结束了 1982年的时候就结束掉了 没有人再用了 1988 1987有多少 后来开始有所谓GSM 就是数位的行动电话 这是GSM 就第二代行动 然后打电话一样是circuitry 用电路交换 然后传资料可以封包交换 那第二代行动电话 因为它不一样 它是数位上面可以加密 所以即使让你偷听到 也是一样都会乱码 就解决这个问题 那第二代行动电话 它真正要上网的速度很慢 所以它有改良式的GPS 我们一般叫2.5G 可以让你上网 速度稍微快一点 但是一样很慢 而且上网非常贵 那为了要上网 我们开始有3G 3G 那传输速率更高 最高可以了2M 2M 那主要是来传送道府的资料 传送用 当然可以传送语音信息 然后到了这个前几年开始有4G 我们一般叫LTE 那这个4G有的书里面就讲得很白 是不是 就是说 一般4G的要求叫1G的速度 所以当初3GPP 这个创设这个网络的这个 这个协会组织 他们理想4G是要到达1G的速度 那各位你们用手机 你们发现说你们网络速度 也没有到达1G 所以我们现在 第四代行动电话一般叫LTE 叫长城演进的什么什么什么 那 事实上 它 是假的这个4G 那在这个4G之前 3G跟4G 我们有慢慢不断在改进 有所谓的3.5G要比3G快10倍 等等 所以各位有3.75G 各位同学有没有发现说 台湾引进这个4G的速度比较慢 为什么 因为台湾后来发展成3.5G 3.4 75G 它的速度可以到达几十Mbps 事实上它跟我们目前所用的4G的网络速度呢 不会差太多 那5G是整合多项的无限的技术 包括所有第几代行动电话功能 一般来讲最直接的感觉是 5G一定会比4G快 那使用者会体验容量无限 可用性 延迟的时间也比较短 频道也比较大 可以让更多使用者来使用 等等 这5G的特色 那其实 5G里面大概有一些理想 包括 我们在深山里面有两台手机 那这里面都没办法接进机器台 事实上如果没办法接机器台的时候 我们两台手机可以直接对话 叫M2M 这个叫Mobile Device to Mobile Device 这也是另外一个5G比较特殊的 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在家里采用的这个无限区域网络 主要是从这个应戴尔开始来提倡的 那后来这个就是说 最早当然是美国电子电视协议 叫I4E在1990年11月 所制定的一个标准叫802.11 那无限区域网络的标准是采用2.4GHz的这个频段 那各位知道这个频段是免收费的 就是说你使用它不用付钱的 但是很多人在用 包括微波路这些也都在用 所以用这个频段事实上干扰很大 有时候会很大 那资料传输速度可以到达11M 11M应该是指802.11B 最早的只有1M 1M而已 那这个最早的IC做出来是 Intel 所以1996年开始有这个 B跟A的标准 那BA付出相容 也就让产品制造商 缺点然后标格才为了发展 因此在2020才发展G的标准 后续又推出802.11M 801AC 现在801AC已经出来4.5年了 如果你的手机的无线网路还是802.11M 代表你的手机是旧的规格 那再来是蓝牙 各位知道 Bluetooth 那蓝牙也是2.4G的这个 iSEN的频道 那我们讲这个iSEN 代表说这个频道是用来做工业的 科学的 工业是Industry 科学的Scientific 这个M是Medical iSEN的这个频道 就是这些工业用途在用 那传输速率大概 VB 它的话非常省电 它使用的是20K到50K的这个速度 每一个设备都可以支援大量的网路节点 非常的低耗电 台线传输的距离 支援多种网路拓扑 安全性跟最低成本等优点 成为业界共通的低速等等 也可以用到无线感测网路 工业工智 家庭工智法 还医疗照顾等等都是 好 这个是 我们简单的把这个 第三章就把网路 讲到这里 那后面有一些实习 我们会再做实习的解说 谢谢 这些实力也让大家分享 这些实力是 那些实力 这个 是 怎么